发言豪悦 这一句话非常重要 言语 祸福之门啊 夫子教学就非常慎重 你看他教学的四课 第一个是德行 第二就是言语 第三是正式 第四是文学 在全世界 每一个族群 每一个宗教 古身献献 他们没见过面 他们没有信息往来 但是 他所想的 他所说的 他所教的 在原理原则上完全相同 这是什么 我们称得做真理 完全相同啊 都是把德行摆在地 都是重视言语 发言 胡语 无论是 勤教于人 或者是 你教诲别人 我们在还原观上 看到的 看到的 四课 这是 行手过死 为我们提出来的 四种信德 都是 法身菩萨的 我们应该学习 第一个 十一元 庙庸 十一元 大家好 懂 我们能做到 十一元 不盘 你就自在了 那妙用呢 妙用则大自在 什么叫妙用呢 里面没有 只有一个念头 利益社会 利益大众 利益国家 利益世界 他这个利益的 他想着别人 从来没想过自己 这妙啊 想到自己 就有生烦恼 为什么呢 他就有德势 想别人没有德势 事情做成功 众生有福 自己不鞠躬 我没有什么贡献 众生有福 做不成功了 众生没福 我也不会难过 我们已经尽心尽力 功德就圆满了 妙用啊 换句话说 不能把自己夹在里头 夹在里头就不妙了 自己夹在里面 就造业了 这个业有善业有我业 没有自己 这个业叫敬业 佛叫人修敬业 断屋 没有自己在里头 修善也没有自己在里头 敬业 第二个 时时刻刻想到 给社会大众做最好的样子 唯一有责 责就是原责 就是好样子 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要给社会大众做不好保养 不能做坏样子 不能做坏样子 第三就讲到了 你看 制止 入火 入火就是词里讲的 发言 活跃 活是温活 越是喜悦 那那反面什么 反面现在紧张发脾气 那就不是活跃了 那人家把事情做错了 事情做错了也活跃 做错的人会很感激 不会再犯第二次错 如果做错了 你把他叫过来 狠狠地宣抬一顿 发了一顿大脾气 他是你的下属 他替你打破 他不能反抗你 心里不服 过时何必成犯 他不服你吗 活颜月色 处处为他着想 你感恩 他怎么会犯错误 我在年轻的时候 学校上班 工作不多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 还看看报纸 喜欢的 靠在这个椅子上 一背往后靠 这个凳子前面 两个舊就敲起来了 我的长官 他从后面看到 我不知道 走进我的身旁 拍了我的肩膀 我也看过了 看到是他 赶快站起来 他说 活颜 跟我讲 他说你这个做 这个做姿势不好啊 椅子容易翻过来 你就摔跤了 你会受伤啊 我这个毛病 永远就开掉了 感恩 他们有的时候 把我狠狠教训的 没有 发言活跃 永远感激 永远不会再烦 你这个力量多大 改正别人错误啊 发脾气是很愚蠢的一个 做法 是错误做法 真正学过 弟子规的人 不会这么做 他一定是好言也识 会收到非常好的效果 这是学问 是大学问 有何宽 我们向别人请教 这种事情太多了 何在这个世界 知识 任心愚蠢 要不要学 不能不学 但是 传统的那是大学问 更要学 那是根基 有大学问 这些知识 都被你受用 你会用的 非常恰当 真正是有 大学问 肯定 他会用 这个高科技 媒体 来传播 古生鲜鲜的教会 让 无数众生 扑密开我 真正 历苦的路 我 我 都是 我 都